電視城這日人才仔仔八十多位藝人出席錄製音樂節目 陳豪、陳展鵬、黎諾爾幾位爸爸都有開金口 平時是否都會在家裡唱歌給子女聽 唱什麼女聽那些就可以亂來 不用記歌詞 總之她開心就可以撐什麼歌都可以 但你唱歌給她聽是沒有反應 有呀有呀 這幾月都變化很大 開始活躍了很多 還有生脈了很多 我兒子現在唱歌 我又不可以說他沒有天分 有點像我 譬如他唱 不小 不如大家猜一下什麼歌 平假平假 平假平假 其實是一首歌 但是我的小表哥已經唱得很好聽 還有我兒子唱Happy Birthday 像是沒有人 中間的那些是沒有了 所以我相信我的兒子要加以培養 如果不是都是爛弄的 但我覺得未必要做歌手 可能我兒子是一個律師、醫生 我有一個基因 不要入醫學才是兒子 所以不要讓他讀書 我差點又沒有讓他讀書 現在的女兒很喜歡唱歌跳舞 她唱什麼歌的話 我就要學什麼歌 然後教她怎樣唱 經常都會告訴她 講話這把聲音 唱歌這把聲音 怎樣用 什麼聲音 她會很有興趣地知道 她喜歡唱歌跳舞 會的 她這麼喜歡表演其實是好事 讓她上跳舞班 她唱音樂班 其實什麼都有 她們一大堆東西等著 爬著都等她去學 女兒就學唱歌跳舞 那兒子是不是就要跟阿Mo學沖咖啡呢 我起碼要教她懂得沖咖啡 這個最必定 當然她有興趣 我心想她們可以繼承副業 可能將一盆生意就扔給她們 但我不知道她喜歡不喜歡 如果她仍然在潮流 她們就不理會 如果不是 她們通常都幫你接了她 但 again 未來不是我 是她們 所以 after that 準備11月 和未婚妻Apple結婚的山蔥就說 平時都不敢唱歌給對方聽 怕對方嫌犯 但結婚的事她就不擔心 全部都交給Apple去犯 其實我現在真的忙著拍這個大步走 所有的事都交給太太去負責 基本上都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們真是一個很簡單的party 希望到時所有來的自己的好友 開心 享受一晚 心情都是 放鬆的 平常心 當然開心 而第一次在電視節目上唱歌的江家敏 就說自己很緊張練習了很久 日前她在IG上面發文 就說有人做姚子她出軌 不知道這件事有沒有影響到她的心情呢 唉 其實今早早 駱小姐都罵了我一大餐 即是說 唉 為何你這麼激動 無緣無故在自己Instagram罵人 因為有關傳媒的報道 其實我們是不應該回應的 加上經過剪頭至尾剪輯的一些假訊息 其實就更加不應該回應 那我已經被她罵了一頓 不知道有什麼追究嗎 九月就算了 都沒什麼追究 是吧 是啊 但是就上了寶貴一課 真心真心地戴眼 要認識人要戴眼 還有不要那麼容易相信人